妈妈捧着运渡跳楼那天 所有人都在起哄 跳啊 有本事你就跳啊 装装样子罢了 他不敢跳的 爸爸觉得没面子 快下来 别给我丢人 只有我跪在地上哭着啃球 妈妈求求你 不要扔下我 咚 一声俱响后 世界都安静了 一呀一呀提醒您 心酸暑光 正文开始 妈妈刚怀上二胎时 爸爸和奶奶对她很好 顿顿都有鸡汤喝 家里挂起个熊黄 满屋都是中药味 所有能怀上男胎的土方法都用上了 奶奶用手贴上妈妈的肚皮 喜笑颜开 我的乖孙孙哟 你可尊贵哟 后来家里千寻万寻 找了一个神婆来看性别 神婆摇摇头 你们又白忙活一场 里头还是个赔钱货 奶奶和爸爸顿时脸色白了 我先回去了 家里还有麦子没收 奶奶当场能连走人 一个眼神也没留下 我甚至都不敢看爸爸的脸色 妈妈吓得网床脸色 你这不忠用的肚子 爸爸气得甩手给妈妈一巴掌 生的儿子有这么难吗 妈妈发出惨叫 我用小小的身体去保护妈妈 爸爸抓起我的头发一起揍 后来妈妈的待遇就变了 爸爸是包工头 为了省工钱 30度的高温逼着妈妈陪她上工 我有次看见妈妈 挺了6个月的大肚子帮她抬钢筋 爬20层的高楼 工人都叫她大中午的 别对自己的老婆这么狠 她放下筷子吼道 我叫这娘们做什么了 她连的钢管都抬不起 每天吃饭比男人还吃得多 妈妈馋馋站在一边 连饭都不敢多吃几口 妈妈又累又吃不饱 我后来经常把学校里的包子带回来 妈妈吃包子 妈妈忍不住崩溃大哭 把我抱在怀里不断地叫我的名字 爸爸爱酗酒 喝了酒就爱打人 我和妈妈经常被她打得鼻青脸肿 妈妈说她迟早会被爸爸打死 后来有天我放学回家 发现家门口站满了人 被家暴的妈妈 化作在三楼的阳台上 发出悲鸣般的乌液 楼下的人都在起哄 跳啊 有本事你就跳啊 装装样子爸爸 他不敢跳的 醉醺醺的爸爸觉得没面子 大声怒斥 快下来 别给我丢人 只有我感到天崩地裂 会在地上哭着发出啃球 妈妈求求你不要扔下我 咚 医生去想后 世界都安静了 我家门前有一棵香樟树 是我出生后妈妈种的 他说等你出嫁了 妈妈就把树砍掉做成箱子 做一个陪嫁 没想到他那时的一棵爱你之心 后来竟然救了他一命 坠楼时香樟树的树干 勾住了他的衣服 带来了缓冲煤造成致命伤害 可是命就回来了 他也却没了 当医生告知爸爸和奶奶 肚子里是男胎时 他俩都崩溃了 爸爸在病房外放声大哭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后来妈妈醒来 奶奶冲进去第一句话 哭着则骂他 你到底要做什么孽 要断我邻家的根 可是明明是他和爸爸逼死的妈妈 爸爸进来使妈妈 逼着头落泪 他少有的生起了几分愧疚 妈 少说几句吧 少说的几句 我还不是为了你着想 你现在站在你老婆旁边了 你知不知道是他害死了你儿子呀 一提着茶 爸爸闭嘴了 又和奶奶统一战线 看向妈妈的目光中 带着恨意 没过两天 奶奶就要求把妈妈带回家 医院里多住一天 就是一天的钱 以前我们白天生孩子 晚上就能去种菜 再说了 他这不是没生出来吗 医生实在不建议 现在出院 妈妈又住了半个月 人才回家 回到家妈妈也不开心 有天我进他屋子时 竟看见他拿着一把水果刀 想自杀 我立刻冲上去 把水果刀夺了下来 哽咽道 妈妈把刀子给我 我给你削个苹果吧 妈妈眼眶红了 在我怀里哭着说 我不想活了 我真的不想活了 后来 我还是担心妈妈会自杀 就把那把水果刀 换成了小时候 妈妈给我买的小玩具刀 上面贴着一句话 妈妈 我爱你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妈妈后来念着我 没有了自尽的念头 可终究日日郁郁寡欢 人受了十斤 躺在床上肚子 疼得起不来 当时村子里人多口杂 案里都知道了 邻家这点事 有天隔壁的王奶奶 提了一壶鸡汤来 悄悄给我 让我端给妈妈 喝不过身子 你妈妈跟着你爸 真是吃苦了哟 要不你劝劝你 早点妈妈跑吧 你爸不是好脾气的人 再这样下去 你妈妈还要受多少难啊 我只到王奶奶 是一片苦心 可是妈妈又能往哪里跑呢 她毫无积蓄 娘家又远 连张车票都买不起 如果被爸爸捉回去 会被打得更惨 王奶奶为难的 看了我一眼 这才悄悄说出实话 你妈妈怀孕了十个月 我有次在镇上卖菜 看见你爸和一个女人 拉拉扯扯的 后来进了宾馆 就没出来了 这是你现在千万 别告诉你妈呀 我瞬间如醉冰窖 没料到爸爸 在妈妈怀孕时说的 在工地加班 竟然是跑到 另一个女人床上 运气得出轨 爸爸竟然是这样的人 王奶奶不会骗我 他一向不愿意 参与别人的家常理短 这回是真的看不下去了 才说出了实话 我当场准备回去和爸爸对质 就在这时 一个脆生生的声音传了进来 奶奶要买糖糖 王奶奶家的孙女跑了过来 找奶奶吃糖 王奶奶必可宝贝似的 抱起孙女 学学乖呀 奶奶这就带你去买 王奶奶笑得眼角 浮现出慈善的纹路 原来也有奶奶喜欢孙女的 不是每个家庭都重男亲女 也不是每个孙女都讨人嫌 就在那一刻 我止住了去找爸爸质问的想法 奶奶极为讨厌我 就算我揭穿了爸爸的恶行 他也只会帮着爸爸说话 爸爸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出轨 这件事情急步的 只能从场打算 后来有天晚上 我趁爸爸没回来 偷偷进了妈妈的屋子 抱住妈妈说 妈妈 你逃吧 逃到没有爸爸的地方 妈妈在那一刻眼睛都睁大了 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我此刻并不知晓 爸爸就站在我身后 还拿着一把斧头 嘣 一声巨响 斧头砸在我脚边 你要带你妈妈去哪 爸爸一步步逼近 将我的头发扯起来往得上摔 我拼命反抗 咬住她的胳膊不松口 你就是老畜生 你根本不配为一个父亲 他气急狠狠扇我 反而天了 我被打得鼻心脸肿 妈妈过来把我拼死 护在身下 畜生 不要打我的孩子 爸爸已经红了眼 冰淇淋旁的酒瓶 狠狠砸在妈妈的头上屌子 你以后赶走我 他妈今天就杀了你 妈妈发出淒厉的痛哭 头上的血一滴滴落在我脸上 可她一直紧紧把我护在身下 没让拳头落在我身上 我双眼已经红了 要冲出去和她拼命 妈妈压制住我 嘴唇贴在我耳边 轻声呢喃 娃娃 不要和她拼 再忍一忍 那一夜 伴随着妈妈的哭叫 陨落在我身上的拳头 我深深懂得了一个道理 这个家一定要逃出去 拼了命也要逃走 可是那以后 爸爸害怕妈妈逃走 把她所有的钱都偷走了 我骂她是小偷 她却舔不知迟到 我们都是一家人 怎么能说偷呢 她的不就是我的 她这个人都是我的 根本不是 那几百块钱 是妈妈一针一线 秀鞋卖的钱 妈妈知道了 这件事情后 脸色灰败 她脑袋上还缠着冬带 拄着拐杖 下床去找我爸交钱 我爸凋着一根烟 嘲讽到你一个媳妇 还敢存私房钱 你爹妈给你的嫁妆 我容认你不交出来 你这些钱要拿出来吧 我妈天天种地这么辛苦 你连点钱都要藏私 我妈祈祷 哭我赚钱就不辛苦吗 你为什么非要拿我的钱 之前你说的工钱也没给我 现在还要抢我的钱 林大勇你不得好死 我爸笑了 抢过她的管账 像是黏狗一样 举起来对着我妈 你滚不滚 你再闹我今天 就拿着棍子打死你 我妈没办法 只能一瘸一管回屋子了 她后来也不打妈妈了 就打我 因为她怕妈妈 拿着家暴的证据和她离婚 夜里 我在妈妈怀里哭着说 对不起 妈妈 是我把一切搞砸了 没关系的 妈妈的怀抱同一往一般温暖 不是你的错 是我太懦弱了 才害你受欺负 妈妈说 她决定和爸爸离婚了 真的 她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 我不仅要和她离婚 我还要你和我一起走 你愿意和我过苦日子吗 愿意跟着妈妈 过在苦的日子我都愿意 想要离婚并非一件意识 那个时候离婚是件丢脸的事情 会被整个村子的笑话 奶奶对妈妈曾说过 不可能让你和我儿子离婚的 就算死你 也只能死在我家里 生是我家的人 死是我家的鬼 奶奶还把家里面户口 本核身份证 藏起来不让妈妈找到 可是她那时没想到 后来她会逼着我妈妈离婚 有天妈妈肚子疼得下不了床 家里面害怕是妈妈 流产后落下病根 于是打电话 让村里的一个关系好的大夫 来家里看看 谁想到这大夫竟然说 流产后妈妈伤及了根本 以后再也怀不了孩子了 这怎么能行 奶奶尽叫道 那我老龄家以后 谁来继承 我家香火就断在这女娃身上了 爸爸黑着脸在想着什么 只有我关心白着脸的妈妈 肚子还疼不疼 大夫 你看看到底 还有没有办法能医 奶奶的声音带着哭腔 就算是砸过麦铁 在她肚子上扎上几针 只要能怀上 我们家什么都愿意做 如果想要怀孩子 只能再去大医院看看 有没有希望了 只不过大医院都贵 最少都要好几万 听了大夫的话 刚刚说砸过麦铁 都要医的奶奶 忽然闭了嘴 面色为难 要怪就怪你这个狠心婆娘 杀我的乖孙孙悠 断了我家的根哦 奶奶哭起来要打我妈妈 我拦在她面前 不让她动手 妈 爸爸竟然少见的拉住了奶奶 这是我有办法 你别急 任谁都没想到 爸爸的解决办法 竟然是从外面带回来一个 大着肚子的女人 当时我们全家都震惊了 妈妈脸色苍白说不出话 爸爸脸色似有愧疚 妈 这是云云 她怀了我的孩子 已经七个月大了 七个月 刚好是妈妈 怀孕期间 她俩就已经勾搭上了 原来就是她 那个云云朵朵闪闪的 在我爸后面 看起来很害怕 你是哪来的野丫头 勾搭有父之父要不要脸 奶奶 一句话 将那个云云 骂得面红耳赤 奶奶 骨子里还是传统的 一时接受不了现实 妈 爸爸极为维护那个女人 拍了拍她的肚皮 这里面是你的孙子啊 奶奶 脸色空白了几秒 随即浮现出惊喜 你怎么不早说 当孕妇站这么久都不好 她便连比谁都快 赶快扶着云云坐下 又看了我妈一眼 这适合给你大度一下 谁让你生不出的儿子 现在有的是人给我儿子生 云云也骄傲地看了我妈一眼 捧着自己的大肚子 我捏紧了拳头 想要一拳揍上去 被妈妈按住了手 她平静道 既然有其他女人 给你生孩子 林大勇 我们离婚吧 不 不可能 爸爸瞬间打到妈妈的话 我把她迎进门 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老老实实 待在家里就行了 我太震惊了 爸爸竟然两个女人都想要 她竟然不要脸到这种地步 我气不过 妈妈在夜里对我说 别急 还有办法 妈妈从那天起开始生病 肚子疼得起不来 脸色也一天比一天差 那个村医又来了家里 说妈妈得了抑郁症 心病难医 说不定哪天人就没了 快 快把她赶出去 我听见奶奶偷偷对爸爸说 她现在死在家里 我们还得给她出钱 买副棺材少说都得几千 你在犹豫什么 爸爸支支吾吾着 最终叹了一口气妥协了 我以为妈妈真的活不久了 在她床前偷偷哭 结果看见她 对我露出一个慈爱的笑容 别担心 都是我装的 原来 妈妈早就和那位村医有联系 而且之前说的不能怀孕 也是医生和妈妈商量好 骗奶奶和爸爸的 可是爸爸和奶奶都深信不疑 最终把妈妈赶出了家门 法院也把我判给了妈妈 离开那天 奶奶把我的书包和衣服 全都甩了出来 滚出去 小兔崽子 离了你爸看你们娘俩怎么活 放心吧 我们肯定活得比你好 比你久 我报复心道 奶奶一听这话 眼睛都弃直了 他尖叫着让爸爸来揍我 你敢 妈妈护在我身前 对着爸爸的拳头道 我们现在可不是你家的人 你要是敢打我们就得坐牢 爸爸咬了咬牙 恨骂我一句 没出息的东西 我没出息 我冷哼一声 我会比你们都有出息 你等着瞧好了 爸爸和奶奶都知道我学习好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女孩子读书有什么出路 以后还不是要嫁人 读再多都没用 妈妈却说 砸过卖铁都要让我上大学 那个时候 我正式高二正式关键时期 妈妈离婚后 就只得到爸爸给的几千块钱 我俩住在镇上一家小屋子里 已经足够我吃饭了 有天我和她卖绣花鞋时 看见了云云和爸爸在逛街 哟 你娘俩就靠这个生计吃得饱吗 爸爸嘲笑道 妈妈却说 赚得比你以前给我的多多了 爸爸一下变了脸色 大涌给我买一双把 我想穿 云云在爸爸的怀里撒娇 这是明显的侮辱 小三竟然想穿我妈做的鞋子 他配吗 我爸竟然欣然同意 行 来一双不卖 妈妈将绣花鞋朝里拢了拢 生怕沾到晦气 你说什么 爸爸咬牙切齿 我做的鞋不卖给肩负淫妇 妈妈音量提高 也来许多人好奇的侧目 爸爸和鱼脸都撞红了 你再说一遍 骂谁肩负淫妇呢 爸爸钻几个拳头 是要发怒的前奏 打人啦 家暴难合 小三要打人啦 我大声吼道 在许多人的注视下 我爸忍了又忍 最后缠缠地拉着人的手走了 妈妈笑着夸我聪明 那天我们赚得比平时还要多 我本来也想学修花鞋 帮妈妈减轻压力 可妈妈说 让我把所有重心放在学习上 只要我考上大学了 她也就放心了 学习是什么 是我和妈妈唯一的出路 我高二的成绩 一直是名列前茅 听了妈妈的话更加努力 在这个破旧的小屋里 我和妈妈经常一个在灯 下学到半宿 一个拿着针一点一点 逢出的未来 后来在月考中 我考了班级第二 年级第三的成绩 妈妈激动地抱着我 嘉义 你真的妈妈的骄傲 那时我们都坚信照这样下去 我总能考上大学 可天有不测风云 有一天放学回家 我打开门后 竟然看见一个花壁男人 将我妈按在地上 强行要做什么 我妈大力抗拒他 被他一巴掌 扇在脸上爬不起来 婊子都离婚了 还装什么呢 带给多少人了 这个男人我记得 当初妈妈要跳楼时 他在下面起哄得最厉害 是隔壁村的马三 把我妈妈放开 他忽然就停了动作 转过头来看着我 你要干什么 要杀了我 我抵在马三后背上的刀尖 颤抖着 马三不敢乱动 你要杀了我 你要坐牢都知道不 我不在乎 我红了眼 你敢动我妈妈我就杀了你 妈妈发出哭叫让我别冲动 马三还想说什么 就被一个窜进来的人 揍在了地上 我筋的刀都落在地上 连忙将妈妈扶起来 马三被进来的男人揍得直喊 哥 放开我 我知错了我知错了 原来进来的高大威猛的男人 是马三的大哥 马海生 马海生是真揍他弟弟 揍得满脸是血 牙齿都打掉了好几颗 妈妈和我都以为 他要他弟直接打死了 抱歉 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马海生抓着马三的头发往外拖 我这就把这个畜生带回去 改日再登门道歉 经此一事后 妈妈就升起了搬走的电筒 这里太就太破 最重要是容易遭地痞流氓 不安全 正考虑着哪里还剩租房时 马海生找上门 他对他弟弟做的事很抱歉 他弟已经知错了 他保证再也不敢来骚扰我们了 他说我们要什么补偿都可以 我妈犹豫了几乎说 那我要租你家的那套房子可以不 马海生当即就答应了 我妈是有私量的 马海生这几年是村子里 人人都知道的人物 他在城里发了财 搬到城里去住了 自己修的那房子就空了下来 这镇上几乎没人租房 而他那房子却修的大 也没人敢来招惹 最重要的是 马海生是良心人 亏欠了我妈 他的房租就不会太高 他提出房租减半 谁知我妈还是按照原来的房租给他 我不是贪图小便宜的人 按照原来的价格给吧 马海生看我妈的眼神中 露出赞许云欣赏 最后还是坚持 只收了我妈一半的钱 房子好是好 唯一一点不足的就是 这套房子离我爸那屋只隔了半个村 果不其然 过了一个月不到 老太婆就抱着一个小婴儿出现了 哎呦呦 你们怎么能住到马海生家里啊 老太婆眼中满是艳羡和嫉妒 你不会偷汉子了吧 我妈当时一瓢水就泼了出去 你当谁都和你儿子一样 你老太婆一咽 随即又说 偷了又怎么样 家里有个下不出蛋的母鸡 谁不出去偷 偷了才有了我的小乖孙哟 我被他的厚颜无耻恶心到了 立刻拿起扫着去赶他 作作作 他抱着你的金孙滚出我家 那扫着杂尔尖锐 我转往他身上戳 他狗急跳墙 边骂边逃了出去 老太婆得了乖孙 恨不得昭告全天下 给他孙子办百日宴的时候 把全村人都请来了 可谁不知道 这个乖孙是小三生的 更多人是来看笑话的 我妈原本根本不在意这件事 可谁知那天中午 从那头传来嘈杂的声音 竟还有人跑到我家门口 对我妈大喊 梨花 你前夫要被人打死了 你还不去看看 什么 我和妈妈都惊讶了 但这才说清楚原因 原本的百日宴办的好好的 云云和林大勇都在招呼客人呢 忽然不知从哪来了的男人 长得又黑又壮 二话不说就把他揍得半死 那男人身上又脏又臭 说的是其他地方的方言 可还是有人听懂了 云云竟然是他逃跑的老婆 当即所有人都傻眼了 跟外地男人把结婚证都拿了出来 云云吓得直哭 抱着孩子又赌又逃 有人问林大勇 你女人是别人老婆 那这孩子是谁的 所有人都好奇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种 老太婆当即气得晕了过去 林大勇被打得血肉淋漓 撑着一口气爬起来问云云 孩子到底是谁的 云云起初还不说 被所有人气势汹汹的围着 才颤巍巍说出真相